哈维尔说自己是世界上仅存的最后一个人类 他在2027年的医院中醒来 整个世界空无一人 他发现周围的一切居然都停留在了2021年 是人类真的消失了 还是哈维尔在另一个平行宇宙 又或者是虚拟世界的模拟矩阵出现了问题呢 最近的关于2027穿越者哈维尔的事件刷爆了网络 位于西班牙瓦伦西亚的一个男子哈维尔 他说自己从一家医院中醒来之后 发现自己失去了所有的记忆 他从医院的文件里发现自己叫哈维尔 从电子设备上的发现自己身处在2027年 然而他出门后却发现一切都还是他熟悉的 2021年 只是整个世界都空无一人 他唯一的记忆就是他的海外版抖音TikTok账号 所以呢 他的TikTok账号成为了他与现实世界中沟通连接的唯一渠道 我之前也分析过前阵子很火的诸如KFK之类的穿越者 号称来自未来的这种穿越者 要证明自己是真的 就必须要回答一些关于未来的问题 那么回答错误就很容易被揭穿 比如KFK说董王会当选 但哈维尔不一样 他一开始的设定呢 就是电子显示2027 但身处2021 所以啊 你不要指望他能告诉你彩票号码 或者回答其他什么关于未来的问题 看到这里啊 估计很多人都会认为哈维尔只是闲得无聊 和众多自称未来人的骗子一样呢 只是哗众取宠而已 但是哈维尔啊 却做出了一些和其他人不太一样的事 那就是用视频去记录他在那个空屋一人的世界里做出的疯狂举动 下面啊 我会用加速播放的形式 一边分析 一边放出哈维尔从第一支视频开始 到目前7月3日的所有视频中 那些比较有意义的部分 这些视频呢很有趣 连贯起来看的话啊 有点像那种世界上只剩下一个人的电影一样 但又格外的真实 或许细心的你又能从中发现些别人啊 还没有发现的事 或者呢 听听我的发现 一起来揭穿谜底的真相 2021年2月13日 第一支视频 今天是2027年2月13日 所有人都消失了 我独自一个人在城里 哈维尔啊 走过街道 商店 居民楼 沙滩 服装店 到处呢 都空无一人 2月15日 街道 地铁站 公路上 也都是空无一人 2月17日 空无人员的地铁出口 毫无人气的梅斯塔利亚球场 甚至电影院啊 都完全没有人气 有网友啊 要求哈维尔去别人的房间里看看 他进去之后呢 黑暗的房间里啊 在桌上发现了一些照明棒 一个球救用的烟火 一部无人应答的对讲机 这里呢 有点像生化危机的味道 2月18日 有看热闹不嫌事大的人说呀 如果哈维尔可以去拍摄一下机场的话 他愿意出50万 没想到哈维尔真的去了 无论是灯火通明的候机大厅 还是走廊通道卫生间 连一个保安人员和机场工作人员都没有 到处呢 都空无一人 机场大厅屏幕上啊 仍然井然有序的滚动着各个航班的信息 让人感到极被发凉 2月22日 哈维尔走进一家快餐店 这里看起来啊 好像刚刚举办完一场狂欢一样 各种食物残渣散落一地 没有客人 没有服务员 后厨呢 也没有任何人 2月23日 有很多人啊 已经开始逐渐相信哈维尔了 哈维尔呢 也经常会拍到镜子里的自己 但是他从来都不肯露出自己的脸 2月24日 哈维尔因网友要求 去到了当地的一所学校里 这里呢 依然没有任何老师和学生 后面啊 哈维尔又去了当地一家博物馆 作为一个旅游打卡圣地 这里依然是没有人 这时候呢 就有很多人开始怀疑 哈维尔可能是趁着疫情封城期间 拍摄了这些视频 2月27日 为了证明这不是疫情期间拍摄的视频 哈维尔来到了当地一所医院里 按照常理来讲啊 如果是疫情期间 医院应该是非常忙碌 人满为患 但是呢 就连医院也是空无一人 紧接着哈维尔做了一个实验 他在瓦伦西亚的不同地点啊 藏了四个钥匙链 每个上面呢 都有条信息 如果人们啊 能找到这些钥匙链呢 就证明2021年和2027年之间 真的有某种联系 随后呢 就有不同的人真的在哈维尔公布的地点 发现了这些钥匙链 与哈维尔不同的是 发现钥匙链的广场上啊 都有很多人 但哈维尔藏的时候呢 是一个人都没有 3月2日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哈维尔 2027的穿越事件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质疑他的身份 有很多人质疑啊 哈维尔只拍地铁入口 所以呢 哈维尔特意跑到地铁站里 去拍摄了一段视频 3月8日 哈维尔对现在的处境 感觉毫无头绪 他感到非常恐惧 所以呢 他又回到了最初醒来的医院 这里啊 依然是荒芜一人 搜索后 他发现了一份关于自己的病例 3月16日 很多人质疑哈维尔的视频呢 是在清晨拍摄的 虽然说瓦伦西亚是西班牙第三大城市 但它134平方公里的占地面积啊 实际人口数只有80多万 就拿上海黄埔区为例啊 占地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 也就是瓦伦西亚的一个零头都不到 人口呢 就有足足60万 所以啊 不难想象 像瓦伦西亚本身人口就非常稀疏 这样一来啊 就更容易制造出空无一人的景象 所以呢 哈维尔特意跑到市中心的一个时钟下面拍摄 证明时间 本来是人生鼎沸的下午5点46分 3月18日 哈维尔应网友要求 跑到了西甲瓦伦西亚队的球场上 不知道是从哪搞来的钥匙 哈维尔还去了VIP的球员休息室 里面呢 依然是空无一人 随后啊 他大大方方地换上了一件球服 世界上只剩自己一个人呢 那想想可能还真挺过瘾的 就是时间久了会有点寂寞 3月25日 哈维尔接受网友挑战 跑去动物园拍摄 这里不仅空无一人 甚至连一只动物都没有 其实啊 想要街上没人 可能还有很多办法 毕竟人呢 是可以商量的 但是想要动物园的动物都失踪啊 就确实有点难度了 2021年6月9日 在沉寂了很长时间之后啊 哈维尔再度发布了一个视频 在视频中他来到一家珠宝店 并随意的拿起了各种黄金钻石珠宝一类的东西 这个视频啊 能清晰的看到哈维尔的手臂 记住他的手臂 这很关键 6月15日 哈维尔接受了网友发出的极限挑战 既然没有人呢 你敢不敢去警察局里转一圈呢 于是啊 哈维尔就真的跑到了警察局 这里也是真的空无一人 哈维尔不知道从哪搞来一辆警车的钥匙 看起来呢 是想准备开着警车兜一圈 6月26日 哈维尔跑到一家里维斯专卖店 里面各种衣服啊 是试穿了一番 不得不说 不用付钱的感觉可能很爽 这里啊 我们也能清晰看到他的手臂 6月28日 哈维尔走进一家麦当劳 据他说 他一进去之后呢 就看到桌上放着汉堡和薯条 所以他就吃了 基本上呢 视频到这里啊 所有有用的内容嘛 就算结束了 我解释了大概22条视频 但实际上啊 他发布了有70多个视频 另外那些没解释的呢 无一例外 都是一些非常美好的 荒芜人烟的风景视频 有教堂 广场 名胜 古迹一类 关于网上流传的这些视频呢 因为哈维尔最近实在太火了 所以很多人呢 模仿他也制造了很多假视频 这些看起来呢 就漏洞百出了 我所有的视频呢 都出自于哈维尔自己的TikTok账户 虽然没有全面展示 但肯定啊 是没有假冒视频 在长达几个月的火爆之中 西班牙一个编剧达米安 曾经向哈维尔发出过挑战 他将一本书啊 藏在了摄影棚的角落里 说如果哈维尔真的是穿越者 并且他也能将那个世界的钥匙扣 带给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那么他应该也能拿到我们这个世界的东西 所以呢 他很想验证哈维尔到底是不是真的穿越者 随后 就如人们所愿 哈维尔真的来了 他也真的取走了那本书 在哈维尔的视角里啊 整个演播室空无一人 而达米安说啊 即便是深夜 那里也会有人值班 随后呢 达米安想在监控上一探究竟 他也是真的发现了哈维尔的踪迹 仅仅是一团影子 有点吓人 最后幸存者哈维尔的视频啊 看起来非常逼真 也确实有越来越多的人啊 开始相信这个故事的真实性 但仍有一部分网友表示啊 TikTok一直是一个阴谋论和荒诞故事的大本营 每天都有无数人呢 在费尽心思 琢磨着各种千奇百怪的故事来博人眼球 还有网友提出啊 让哈维尔现场直播 有网友说呢 既然你啊 世界是空无一人了 不如放肆一把 对街上的车辆打砸一番 你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就相信你 当然这些呢 哈维尔并没有照做 让我不能理解的是 哈维尔 可以放一些钥匙扣让人们找到 他也可以去拿到我们这个世界里 编剧达米安藏起来的书 那么他打开的那些门 拿走的那些钥匙 吃掉的汉堡 穿走的衣服 难道在我们这个世界就不会消失吗 我们抛开什么量子力学啊 黑洞虫洞 平行宇宙 以及虚拟世界 矩阵理论啊 这些都不谈 单说一个手 很多人的槽点啊 都在于哈维尔的手上 有时候有毛 有时候没毛 但我发现啊 哈维尔的视频后期 一直在佩戴一块黑色G-Shock电子手表 当他开警车时 你能很明显的看到 手表下面有一处纹身 而之前并没有 而且呢 这只手啊 很明显没有毛 后面在吃麦当劳的时候呢 手毛又突然出现了 毛可以剃了又长 纹身应该不行吧 而且啊 据我所知 在欧美很多国家 G-Shock都是标配的警用手表 这些你看过美国大片 或者稍微微的了解的话 都会很清楚 我们呢 不多废话 直接说结论 这很可能啊 并不是一个哈维尔 而是无数个哈维尔 那么能满足自由出入各种场所 甚至是警察局的这些哈维尔 究竟是什么身份 又或者是什么样的牛逼团队呢 我觉得啊 他们可能根本就是警察 不是疫情期间 却可以调动如此多的社会资源 封锁道路 封锁警区 甚至封锁机场和地铁站 除了警察和政府 可能没有别的人能轻易做到 因为封锁这些公共资源啊 浪费的不只是时间 还有金钱 如果这样看来 那无论是藏钥匙扣 又或者是编剧通过藏书 来侧面印证哈维尔穿越者的身份 也显得不是什么难事了 毕竟动物园的动物啊 都能给关起来假装消失 那么他们的意义何在呢 在我个人看来啊 或许这就和51区一样 当地政府可能很乐意 配合这样装神弄鬼 带动当地的旅游经济 以至于 现如今51区附近到处 都是靠外星人发家致富的小镇 而哈维尔70多个视频里啊 仅有20多个有实际意义 其他视频呢 都是在荒芜人烟的街道上 去展示西班牙瓦伦西亚 这个旅游城市的美丽景色 当然啊 也有网友扒出来说 政府早就公布说 这是他们的一项旅游计划 未来呢 还要拍成真实的商业电影 也有人驳斥说啊 当地政府都是在蹭热度 不可信 无论是真是假吧 后疫情时代 想要快速恢复经济 搞一些噱头出来 又不会损害别人的利益 可能也无伤大雅 关于2027穿越者 你又有什么高见呢 我们评论区不见不散 我是陈先生 我们下期见